那麼如果說你想要把手機的畫面抓進來 比如說老師可能有時候上課需要手機的畫面 或者甚至 我們手機 請問 那個相機會比這個網路攝影機差嗎? 沒有對不對 因為你隨便一個都 超過三千塊 低於三千塊的我想你大概不會那個 所以呢 我們手機上的相機也很好用啊 即使你不是頂級的也沒關係嘛 對不對 那你看一下 那明明我在網路 他已經把我做語音助理去了 那我們看一下在這裡 對我們 假設我現在拿這個手機 這個方向 好 是直的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用一個腳架 可不可以擺在這裡 所以其實你有發現很多網紅 是不是直接用手機當直播 也可以啊 那 因為呢 你如果是像這樣直接直播 當然是一種 一種方式 可是你會發現 這樣直播出去的 第一個 容易晃來晃去 第二個 我的背景 是沒有做任何的 影像合成 除非說你不需要 那但是我們如果需要的話 這樣的效果當然就不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早上OBS 早上的OBS 我們是來網頁的 這次可以來什麼 你看 當我連線到這裡面來的時候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視窗 對不對 就是一個應用程式嘛 對 就跟老師 比如說您上次是POW POINT 可不可以把POW POINT交進來 也可以 所以我現在呢 我隨便抓另外的畫面 好了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農民力 好 現在大家比較久會看農民力 有沒有 哈哈 看一下 冬至 對 冬至 敗 現在一定是先吃完湯圓 才會有震撞老公公 對 哈哈 那像今天對不對 你看 事宜 有沒有 上課 我都會關注一下 那我現在這個畫面 可不可以拿到我的虛擬證本裡面來 當成我的教材 可以來 您看一下 老師呢 這個軟體您下載之後 一樣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呢 您看一下 這個其實我有寫在我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部落格裡面 我先直接抓進來 等一下是給老師看一下那個畫面 好 我們進到這邊來之後 來 因為既然講到天氣 順便講 來 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痔瘡結局 因為我就是要某一個應用程式嘛 就是所謂的視窗 把它按下去 好 按下去之後呢 一樣給你的視窗一個名稱 好 確定 OK 這個時候 他就問你了 請問你要抓的是哪一個視窗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看很多 所以我要找到的就是我現在的這一個 ScreenCopy這個 這個是我的應用程式 那他會多一個視窗出來 應該是在 欸 是這一個嗎 應該是有一個 上面一個 上面一個 欸 這個 好 來我們試看看 不是 Inline就是下面的 一抽的是那個 那個 檔案總管 所以我找另外一個 應該他會抓到 檢取不是 就是 欸 我們的視窗 他跑去哪裡的 這一個視窗的標題 叫做 啊 阿蘇斯 來 A開頭 A開頭 欸 沒有在裡面嗎 弄不是 欸 怎麼沒有在裡面 視窗 來 來 好 我們看一下這裡 因為這裡 正常來講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選擇下面這個 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看 Wins沒有更新到新版本 如果可以的話 他可以直接 就是用這個 再抓視窗的時候 問題會比較少 這個 就是他有更新到新版本 那他即使你的沒有獨顯 他也比較 可以抓得到 我們現在因為只有一個 所以可能這個 他就沒有辦法抓到 我看看這樣 能不能抓到 啊不行 我們這邊抓不到 但是等一下老師的 你有用筆電 你可以試看看 你可以試看看 他會抓到 就是我們這個視訊 這個視窗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視窗 把它怎麼樣 是不是叫到我的OBS裡面來 會像這樣子 會像這樣子 所以 這樣 我們在使用上就會比較方便 那我這邊 只好先偷吃布一下 我先抓全螢幕的 來這裡 我先用另外一個 顯示器擷取 因為 如果像 萬一有視窗不能抓 那我總可以抓全螢幕嘛 對不對 我就把全部螢幕抓進來 這樣也是可以 這個也是懶人法 就是說 我懶得 因為如果說老師 可能上課 我可能會 一下子切視窗 應用程式 一下切網頁 那我就不要去區分了 我就直接 好 螢幕上的都抓進來 那 你會看到像這樣的 回文現象 因為 裡面有我 但抓到就有另外一個我 好 所以就會像這樣 有回文 那你在這裡 如果像我們現在有 雙螢幕是最好的 因為 是不是可以 直接選第二顆螢幕 或第一顆螢幕 我就直接錄下來 只要在那個螢幕出現的 我就全部 把它抓進來 對 這樣是最單純的 好 所以我現在先抓一個 就是抓我 現在第一個 好抓進來了 那沒有關係 我把我要的 部分呢 就把它 裁切一下 老師還記得我們裁切是哪一個 快速鍵 AUTER 所以我就來這邊 啊 這裡你不用 那 我把這個 放到螢幕上 你看看 裡面有沒有有的 所以 我就把它 切一下 稍微 切一下 就不得已的話 就是 稍微這樣子 切一下 那 等一下 這裡 秀出來 大致上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讓它 置頂在這上面 來看一下 我應該讓它 置頂在這上面 好 欸 手機 好 這樣子 我這邊再切過來 這邊再上去 這樣老師 我有偷視不容 哈哈哈哈 好 假設我就到這邊 那既然已經置頂了 這個就沒關係 我就拉到另外一個視窗 好 這樣不行 拉到那邊這樣會看不到 呵呵 這樣 對不對 這樣就進到我們的螢幕裡面來了 老師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所以如果我是透過Line 那 我們遠距可不可以訪問 其他的老師或受訪者或朋友 欸 我也可以Line資訊的時候把資訊畫面 叫出來 那您就可以像這樣 把朋友叫到我們的虛擬攝影棚裡面來 好 它也是一個視窗 好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 這個 用 手機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這樣 那你看 如果我今天這個手機的畫面 我把它切換一下 變成 攝影機勒 請問這樣 是不是就可以把 另外一個人 抓進來了 那如果它上面有藍木綠木可不可以去背 要不要試看看 呵呵呵 馬上來試一下 看看 欸 我看一下怎麼擺比較好 呵呵 藍木綠木呢 我看看 因為這樣 我的線只有到這裡 那邊有綠木可以看 好啊好啊 好啊 那誰要到上面接受我們訪問 呵呵呵 接受我們拷打訊問一下 不然我幫你拿手機移上去 蛤 我就已經在上面了 你來這裡的話 你也會出現喔 你看 我就知道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我們用那個賣服 當地木綠要比較大 喔也可以也可以 對對對對對 所以你看 我們這樣是不是可以 現場直播 沒有啦 呵呵呵 喔就可以像這樣 玩一下 終點 哎呀 糟糕糟糕 點出它的困境 呵呵呵呵 好 你看 我們用手機 有個好處 不夠近 可不可以放大 對不對 可是我們一般網路攝影機 就沒有 大部分沒有這種功能 所以其實你用手機 當這樣的畫面 其實也是不錯的 喔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使用方式 那如果 我在這邊 我想要用橫式的 您覺得行不行 好像畫面沒有自動轉過來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像畫面是橫的 怎麼辦 沒有關係 我們在OBS裡面 任一個圖片來源 或視訊來源 視窗來源 你都可以按右鍵 它可以像我們影像一樣 可以幫它轉90度 有沒有 欸這個我就幫它轉 順時針90度 啊錯了 呵呵呵 這樣顛倒了 來 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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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轉回去 然後轉180 好 180 過頭 呵呵呵 糟糕糟糟糕 逆時針 欸我怎麼一直轉錯呢 再逆時針 再一個 好 終於回來了 有沒有 雖然我現在畫面是直的 可是我是一樣可以變橫的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 有老師願意站在前面的話 好 這樣 有沒有滿版的綠幕 好 那主任就 哈哈哈哈 犧牲一下了 好來來來 我們進來 你看有沒有跟我們 之前的方法一樣 進入濾鏡 來這邊 找到 這裡 倒數第四個 射度鍵 確定 好 那我就跟它講 欸等一下 我用到色彩校正了 倒數第四個 射度鍵 確定 OK 來 有沒有主任的 背景不一樣了 對不對 來我把它關掉 你看 那我要認真一點 好 OK 那這裡呢 我再把旁邊稍微裁切一下 來主任抱歉 我先放下來 哈哈哈哈 這個沒有腳架就有差 好 切進來一點點 好 這樣子 OK 楊苗 進來了 所以說 那 主任我們就同台囉 好 呵呵呵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其實 老師不見得 一定要就是 就是 一定要 再另外買 你手機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就是工具 但是用手的話就是比較會懂 哈哈哈哈 穩定性有差 在鏡頭裡面我比較瘦欸 真的嗎 我這個 另外用這個有一個好處 可以開美機 對不對 我們手機相機可以開美機 但是網路正經沒有美機 因為我常常上OBS之後 都會有同學或老師問 老師有沒有美機功能 哈哈哈哈 因為OBS沒有 哈哈 所以老師大概這樣了解意思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層次你怎麼執行 好不好 來 OKOK 謝謝主任 犧牲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就認真一點 回歸到這裡 回歸到我們剛剛的層次 你把它解壓說 打開之後 打開之後 這裡有一個執行檔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screen copy這個執行檔 這一個 當然前提是您必須是Android的手機啦 好 如果不是的話 我剛剛有講的 路邊 或是家裡面 多多少少 可能會有Android的 你可以拿來用 因為等級不用最高啊 對不對 好 有一個這個程式 但是您在執行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來 我進到那個 這一個的話 我看一下 我好像沒有特別放在 我們教材裡面 我找一下那一篇文章 現在呢 您看到這篇文章 打開 這個軟體也是免費的 那也是免安裝 但是呢 前提就是說 您可能有幾個設定要 注意一下 我們要把Android手機 或iPhone手機 其實 把它秀在您的電腦螢幕上 大致上主要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透過Wi-Fi 或者是網際網路 好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像我們現在 用這個方式 就是用USB的連接線 那這兩種當然各有優缺 那這兩種當然各有優缺 基本上你透過網際網路的 很顯然就是 你的什麼 視訊一定多多少少會會delay 那品質也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那我們透過連接線的 這種delay情形最少 當然缺點就是 它要受到線的限制 你就不能走到哪裡 就用到哪裡 所以各有優缺 好 那我們現在這一個呢 你進去的時候 首先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 在Win器上面可能會沒辦法用 還是要Win10 所以我們現在 基本上 新買的都沒有問題 只怕的就是舊的設備 Win10的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 這裡呢 它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我們看一下 這裡 這裡 第一個 Android 5.0以上的 5.0就是 應該以前的那個 哪一個版本 好久了對不對 我們現在都是 八九十嘛 對 因為四我知道 叫做 三明治 哈哈哈哈 4.0是三明治 5好像不知道是 iPhone 6 是嗎 我有點忘記了 再來就是 你的Android手機要開啟 USB的偵錯模式 好 偵錯模式 但是那個偵錯模式 每一台手機的位置 有點不一樣 通常都在什麼 關於哪裡 在這邊 我把我手機的畫面 稍微打開 您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我把那個畫面 給您稍微看一下 一般的 大部分 大部分 會在上面 這裡 你這樣 打開 我們在這邊 對了齁 這個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不一定要用手 用 這邊來控制我的 我可以用滑鼠去點擊 你看我在這邊 可不可以用滑鼠點 可以操作手機 也可以齁 好 點進來之後 通常在哪裡 通常在最下面 比如說系統 還是支援這邊 點一下 有一個關於 那這裡呢 您看一下齁 這邊 因為每一台的畫面 有一點點不一樣 USB的偵錯模式 我上面有寫 有沒有 軟體資訊 應該是軟體資訊這裡 硬體然後找到軟體這裡 點進去 再來 就是看個人 手機的設計 因為 有的要連續按七下 有的可能要按更多次 每一台手機設計不一樣 因為它 預設就不希望你去 弄到它 所以它要你認真的 算了七下之後 才是 表示你的意志很堅決 所以我們版本號碼 點進去 因為我已經打開過了 所以已經不需要 已經是開發人員了 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的話 就點開 點開之後 它會告訴你 你已經是開發人員 會多一個這個選項 會多一個這個選項 我們看一下在這邊 我回頭 再回頭 再回頭 開發人員 有沒有多一個這個選項 所以標準的各位進去是沒有的 好 那我點進去 這裡 就會有一個叫做 開啟USB的偵錯模式 這個有沒有開起來了 好像這樣子打開 所以在我那個文章裡面 我把這個過程 有稍微交代一下 那 只是說每一台的設定方式 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就 沒有辦法做一個統一的說明 那打開了之後呢 我現在呢 就可以執行 執行我們剛剛那個程式 點開 那 你會看到 這裡 如果呢 你還沒有接上去的話 就是你還沒有接上你的USB 它會出現說 欸我找不到那個裝飾喔 或者是 有一個情形 你看我現在手邊這個 我這條線 有看到 有光芒嗎 因為我買比較好的 因為我發現現在有些手機的線 iPhone的應該比較沒問題啦 Android的 因為 就是 有的是真的只能充電 傳送數據 那個品質很差 所以你必須要買就是 比較好的線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可以真的抓到 所以有時候你 雖然接上去的 但是 不見得抓得到 就是可能你的線是有問題的 那麼 好的之後 然後 當你第一次連進去的時候呢 電腦 手機這邊會顯示 欸 你要不要 有沒有 要傳出資料 再來重點是 要不要允許偵錯 因為 如果這個不是你的信任裝置 它一定會出現這個訊息 出現這個訊息 你可不可以用 那再來呢 這樣就直接進去了 如果你確定了 它可以用的 你的畫面 就會自動出現 你看 它在這邊 會告訴你說 你的手機解析度多少 老師應該也知道 你自己手機的螢幕解析度吧 喔 我已經有看到老師成功了 呵呵呵 這樣手機畫面是不是就進去了 你可以用 老師那一台應該有 支援觸控 所以你可以用觸控的 欸真的齁 原來你不知道你戒得這麼高檔 呵呵呵 呵呵 這樣有沒有像你在手機上操作 不用用滑鼠 呵呵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層次 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我今天不見得要 透過我的手去操作 我的什麼 我的手機 我直接用滑鼠也可以操作它 那這樣的話 就相對方便的說 好 那 那 這樣子您進去的 就很單純喔 我們剛剛後面這一段就 介紹過對不對 怎麼把它加到我們OPS 有沒有 是不是當做一個 當做一個視窗 把它擷取進來 欸 您就可以稍微試看看 喔 可以稍微試一下 老師有帶傳輸線嗎 我們主任這裡 他很貼心 他連這個都幫大家想到了 呵呵呵 第一次 설似呼籲 proced製